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白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吧今天25號了 原本這個時間點我們應該已經在活動裡面了 就是我們的一拳超人跟27號 跟感恩節再加上新職業的想法裡面了 但是因為那次延後的關係 沒錯我們現在還在等待 總覺得這個等待的時間過得非常非常的漫長 好啦不管如何他現在又公開了一些我們一拳超人的活動了 那我們就來簡單的看一下他的東西到底是好拿還是不好拿 但是我個人覺得很像有一點難拿就對了 首先是消滅災害 開啟活動介面地圖上會呈現紅色的警告狀態 依災害等級從低到高對應的任務完成的獎勵也不同 所以活動介面所以我們應該只要點過去 要打敗那邊的東西應該就可以了吧 特定的怪物 然後說每日完成活動可以獲得認真值 點選消耗認真值可以消除災害 當全部災害消除時可以獲得最高的獎勵 如果要說推的話感覺就是每日任務嘛 然後你直接每日任務之後可以獲得一個數值 只不過這個東西他說還要消耗掉 反正感覺像之前的看字狼有那種抽抽樂的概念 應該是一樣的樣子吧 然後達成條件認真猜拳剪刀石頭布 應該是我們的氣泡的部分 最後的話呢龍擊可以獲得一個龍捲背飾 這感覺應該都是大家都可以拿到的 反正我也只是猜啦誰知道到時候進去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應該還算還好 畢竟都沒有什麼能力的 除非他有比較特別的能力在啊 不過之前也沒有講嘛也沒有解釋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是宇宙寶藏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有一點點難了 因為他又是用上了我們的最討厭的那個轉蛋 而且這個造型跟之前的那個史萊姆的那條龍是一樣的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下一次又有類似聯動的話 如果又要是這個顏色的話 還會有什麼 要這個顏色的造型 好啦不管怎樣我只是隨便說說 因為他們就可以少換造型嘛 直接換其他東西就可以了對不對 然後他說這邊可以抽波羅斯風格的...波羅斯風格的扭蛋機 冒險者可以進行單抽或十連抽 時裝全部都在這裡 昨天講的是...哇靠那感覺超級難抽耶 那感覺啦 因為這邊也有說嘛聯動金卡跟聯動藍卡 換句話說代表他這一次的東西有這麼多的情況下的話 應該抽到的機率就會普遍變高啦 相信我覺得金卡跟藍卡這個機率可能加起來可能不到2%吧 或是1%之類的 那這個機率我相信應該會高那麼一些些吧 只不過這邊也都看不到能力啊 因為這邊都照片點下去的話就會跳到下一張 所以這一次可以確定的就是有這8張卡面囉 有奇遇的金卡有我們傑諾斯的... 欸這傑諾斯吧 對魂...欸為什麼要叫魂? 魂傑諾斯?魂奇遇? 蛤?不懂? 為什麼要多一個魂 然後是魂戰力的龍捲 然後是魂索尼克 下面就沒有魂 然後是武器武器 書...欸真是咒 他也沒有講是哪個位置 反正現在什麼都沒有講 我們到時候進去的話 光看這個應該就可以看好一陣子了 光這個畫面如果有素子的話 都可以隨一篇了你知道嗎 好再來是我們的金犬霞... 金犬霞雕像這個就不錯了 因為金犬霞在動脈裡面很像就是一個雕像 給大家膜拜嘛對不對 不是給大家拍照嘛 連動期間呢 每天在普通德拉找到金犬霞的NPC進行拍照 可以獲得一份禮包 所以這個活動如果是應該是14天以上吧 就等於14包 那到時候就是累積到最後 再一口氣來開 又來水一隻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有活動 有活動的話就比較好水 只不過就是要那個活動比較太累 那主要是有拿到金犬霞的頭跟身體 可是金犬霞的套裝很像沒有能力對不對 在昨天那支影片裡面沒有看到他的 然後這邊又比較特別的是看到這個什麼 電章炸彈核磁風暴聚合煙霧 這個是Alpha嗎 這個什麼東西 其實我就完全看不懂 這跟一拳套裝有關係嗎 不然的話呢 他有可能就是商店NPC要換的東西 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好那再來呢 戰鬥回憶全新副本 可開啟多人匹配 冒險者需躲避各種怪人的追殺 魂活下來成為最後一個倖存者的冒險 會不斷的干擾各位前進 冒險者要做的事情就跑到終點 等一下那這個應該就很明顯了吧 感覺就是那個跑步的活動嘛 可是他有說 這本來這應該是每日任務 然後呢活動獎勵就是 應該不可能一次給你32個玩家吧 32個玩家在遊戲裡面 我沒有辦法想要那畫面會有多lag 又或者說呢 他是玩那種王牌爭霸戰的玩法 可是我個人覺得應該是賽跑的部分 只不過就對這個排名 可能就是賽跑的前幾分 或是越短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可是英雄兌換幣的話 應該就是給他抽這個地方的吧 他說英雄兌換 那邊沒有說 可是感覺應該就是抽這個的 所以你今天是NVP的話呢 就可以額外再獲得10個 應該不是說每一場就給你這麼香吧 如果有的話也太舒服了吧 欸不對耶 這是英雄兌換幣跟英雄扭蛋幣耶 所以我們要最終NVP才能獲得2顆耶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該不會每一局都是這樣子玩吧 如果每一局都要這樣子玩的話 喔那打起來會很硬喔 而且一場才這樣子 又要花5分鐘 假設5分鐘一局啦 一場也才一個小時也只能打14顆 可是應該有數量限制啊 就是一天的次數有限 好吧 這個也是進去之後再說 能看的其實不多 欸我們能看的也就只有他竟然給了什麼東西 最後的話呢是怪人 怪人會籠罩著這個我們RO的大陸 然後限定NVP跟Mini 就是我們的獨角仙跟我們的蚊子 哇靠真的假的這麼香 而且他是寵物龍耶 除了掉過常規的精裝武器跟視頻 還新增了以下內容 就等於是寵物龍 哇這個還不錯 欸這隻還不錯 這隻還不錯 中午有出這種寵物給我們抓了嗎 然後呢一樣會掉出他們的金卡跟他們的藍卡 那這個時候呢 感覺應該都是強到一個爆炸吧 應該吧 然後沒意外的話應該都會是在那個南門跟沙漠的地方 這可能是南門 然後這可能是沙漠之類的 然後冒險者使用聯動金卡之後 可以選擇變身技能 成為對應的一拳超人 蛤什麼意思 等一下 所以這個魂的意思 有一種當初炭智朗他們的感覺吧 炭智朗的那個是召喚出夥伴嘛 夥伴會幫忙攻擊嘛 而這個的話呢是可以變身成他們 然後他們就可以攻擊 可是是要使用一張 應該是連續兩張才可以吧 兩張之後呢就可以使用的能力 好這樣算好嗎 重點是變身之後我們還能用自己的技能嗎 欸這個東西就再說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我先講講好了 就應該不會是太強 對可能就是好玩 如果他真的太強的話 那一般角色就完全廢掉了 只要玩這兩張卡片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不會到太過分 但是應該還不錯 這是一個新的玩法 就可以順便展現財力的時候 沒意外的話 這一張卡片到時候應該都是50萬賺奇跳 對應該就這樣 好那沒了耶 就這樣 所以我在這裡 我要怎麼去白嫖 唯一能夠白嫖應該就只有這裡吧 然後這個地方吧 然後剩下就是累積到最後去抽抽看 宇宙寶藏 然後這個東西應該就只能拿到這些 所以其實也還好 好啦不管如何 這一次的活動的獎勵 總覺得有那麼一點點難拿 總覺得那麼一點點難拿 跟之前那個超人奧特曼的樣子 很像有一點點差別就對了 好啦不管如何 總就是要等到遊戲裡面才知道啦 那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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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